最近中美元首会晤 也就是可能存在的所谓大交易 一些网友又开启了竞猜模式 而其中关于台湾问题的交易又被拉了出来 引发一部人的遐想 其实在这里 我只想对这部分朋友说 真的想多了 现在形势很明显 这次的所谓大交易 即便存在 也最多不过就是一次中途休战而已 有效期大概率就是一年多一点 也就是到明年美国大选 大选完后 不管是特朗普卷土重来 还是建制派继续掌权 到时候美方大概率都会根据形势发展 重新部署对华攻略 所以一年的休战期 能解决的问题肯定不多 从现在透露出的消息 可能也就是金融方面有所妥协 连科技关税等方面 美方都未必松口 台湾这种中美最敏感 最关键的问题 指望这个期间能有什么实质性的突破 实在是圆木求鱼 就算有 最多也就是管控风险 别让局势失控 而这个有效期 同样直到明年大选为止 当然 这个可能会让一些热血网友失望 不过现实就是如此 实际上 在之前关于台海的各种分析中 我就已经反复说过 对于收复台湾 国家其实并没有大家想得那么着急 就算如大家猜测的赴台进程已经提速 那最快也是三五年后的事 并非近期就要动手 为什么这么认为 那么这里我就再解释一下 国家在赴台问题上主要的考量是什么 这个事 其实说简单也简单 无非就是三个问题 第一 美系会不会军事干涉 第二 赴台后美系会不会制裁 第三 制裁会对中国产生多大影响 这三个问题大致是呈递进关系的 捋清这三个问题 我们就可以对国家的赴台战略规划 有个大致的理解 首先美系会不会军事干涉 这个问题很多人看得很重 当然台湾人看得更重 但实际上这个问题是最不重要的 这么说的原因很简单 以今日中国的实力 只要赴台按钮启动 无论美系是否武装干涉 都改变不了台湾被光复的结果 毕竟面对一个军事技术无代差 工业能力尤其是军工能力直接碾压的对手 还跑到人家家门口作战 别说美国了 哪怕他带着狗崽子们一起上 也是绝对没有任何军事上的胜算的 所以军事干涉本身根本不值一提 至于很多人设想的速战速决 其实在现实中也根本没有必要 那是战场上的弱者才干的事 咱们的武力在东亚乃至西太平洋 都是绝对的强者 根本不用这么偷鸡摸狗 而为了震慑台湾井蛙 让他们绝望死心 确保赴台后的统治顺利 也不会用这种投机取巧的手段 真正影响我们赴台进程的是第二个问题 美系会不会全方位制裁 甚至是打新冷战 以及延伸出的第三个问题 这种全方位制裁 甚至冷战 对我们有多大影响 这才是我们真正要顾虑的 我们一直喊的口号都是和平崛起 和平崛起的深层含义之一 就是希望做增量竞争 也就是比水跑得更快发展得更好 而战争和对抗 它本质上是一种减量博弈 也就是互相拼销号 看谁先号的油尽灯枯 鉴于台湾问题 对中美如此敏感 又被两国在一系列操作中 抬到了非常高的位置 它既关系到中国政府的政治合法性 又关系到美帝东亚 甚至全球霸权的存亡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双方都没什么根本性的让步空间 最后必须要分个高下 这个高下不仅事关台湾的归属 更关于中国崛起于与美帝霸权的成败 从这个角度来说 想在赴台的同时 避免被美国全方位制裁 乃至于新冷战 这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我们可以确保在军事上的胜算 但却无法保证避免全方位制裁 乃至新冷战的发生 后者换句话说 就是和平崛起的战略进程被打断 这无疑是我们不想见到的 既然不想见到 那自然就要想办法避免 让这种事情尽量别发生 或者即便发生了 对我们的影响也很小 看到这里 很多人就有疑问了 不是刚刚说了 要避免这个很困难吗 确实很困难 但很困难并不代表做不到 那怎么避免呢 手段就是拖时间 拖到我们的综合实力超越美国 至少能跟其全方位的分庭抗礼的同时 但是发展趋势和潜力上依然远胜之 这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 美国之所以能拿台湾要挟中国 那是建立在美国的综合实力超过中国基础上的 美国不仅有超过中国的国力 还有大量的盟友还掌握着全球霸权 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出了自己主导的全球经济秩序 中国没有这些硬条件 甚至中国经济都还要在相当程度上 依赖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秩序和贸易体系 这种情况下就算中国能在军事上确保对赴台的必胜 无论美国乃至美系是否武装干预 但出于国家发展这个更大层面的综合战略考量 不到万不得已也不会轻易启动赴台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处境 我们现在确实已经足够强大 但在经济基础层面 我们依然摆脱不了对美国以及美地主导的全球秩序的依赖 我们已经拥有全球最强大的工业体系 但这套工业体系的维系和发展需要市场支撑 而到现在为止 外贸依然对我们的经济至关重要 而外贸中虽然我们大搞一带一路 并取得了丰厚的成果 但对欧美市场的出口依然占到我们外贸市场份额的一半 如果再考虑到其他出口对象经济对欧美市场的依赖 这种间接影响就更高 在国际影响力方面 我们更是比美国差了好几个档次 美国有一大票盟友甚至小弟 我们一个也没有 美国有遍布全球的军事基地 来保证其对全球经济秩序 尤其是海上航线的控制 我们虽然武力强大 但在海外的侵略才刚刚起步 科技方面 虽然我们通过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 大幅缩小了与西方的差距 但整体而言依然落后于他们 所以别说引领全球生产力进步了 连平替西方都还不能完全做到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现在赴台 进而跟美国摊牌 甚至进入新冷战 我们的经济将遭受严重的冲击 不仅我们的外贸出口会被严重削弱 现在光一个美联储加息 就已经让我们今年的经济非常难受 如果搞成新冷战 那我们的困难可能是今天的十倍 这是现阶段避免不了的 伊朗俄罗斯填补不了我们的外贸缺口 就是加上中东土豪也不行 海上贸易航线也有可能被美国卡脖子 何况真到那一步 这些国家也会见风使舵 眼见我们形势不妙 转而改弦一辙 把咱们当成他们与美国勾兑利益的垫脚石 当然很多人会说 只要能拿回台湾 我愿意承受这种损失 但你愿意不代表别人也愿意 何况你所谓的愿意 很大程度上也只是情绪化的冲动而已 你可能愿意为了收复台湾捐一个月工资 你甚至可能愿意为收复台湾 未来两三年降薪30% 但如果时间更长呢 损失更大呢 真当苦日子来临 尤其是持续十几年甚至几十年 这期间你的收入会减半 甚至很多人会失业 还是那种你想放下身段去进场打螺丝 结果都找不到雇主的彻底失业 你真的还会愿意吗 我想大部分人是坚持不了这么久的 对普通人来说 情怀永远没有肚皮重要 就像疫情之初 大家都能种植成城 哪怕拼着损失也支持风控 而到了疫情后期 各种幺蛾子就满天飞 这里面的差异说一千到一万 其实本质上就是时间太久 损失太大 突破了很多人的承受底线 今年美元加息 全球经济紧缩 光这么点压力 就已经让好些在校园里荷尔蒙爆棚 天天粉红的大学生 在进入社会遭毒打后 垂头丧气 开始于怨天游人 甚至怪政府 如果我们就这么跟美国摊牌 甚至进入新冷战 你觉得那些现在高喊口号的热血青年 又能把这一枪热血维系多久 甚至会不会因为经济大环境困难 导致的个人人生挫败 进而由爱转恨 把这一枪被仇恨包裹后的热血 转向对准社会 口号谁都会喊 但只会喊口号的人 面对困难时 他的信念是坚持不了多久的 而很不幸的是 任何时代 任何国家的普通人 绝大部分都是此类 这就是我们在赴台方面 如此慎重的原因 当然很多人会说 真摊牌了 美国也会损失惨重 甚至我们还可以凭着 强大的工业体系 启动战争机器 把美国耗得油尽灯枯 这个确实可以 但这样一来 且不说又陷入了减量博弈 零和模式的潮枯 真耗下来 由于美国的综合实力比我们强 底子比我们厚 所以就算是两败俱伤 我们也是不愿承受 甚至承受不起的 说到这很多人会绝望的说 既然如此 那我们岂不是赴台无望 非也 如果有一天 中国综合实力反超了美国 当美国跟我们摊牌 损失变得比我们更大 而美国本身也随着自身的衰落和问题爆发 变得没有我们耐造时 那我们就可以从容赴台了 那时候赴台 我们就不用太担心美国制裁 甚至新冷战 因为到那时更难受的就不是我们 而是他们 先内不出乱子 hold不住场子的也不是我们 而是他们 而见风使舵的美帝盟友 眼见趋势在我们这边 也不会配合美国对我们封锁制裁 甚至开始向我们靠拢 加入中国主导的经济秩序 而奇强观望的新兴国家 更有可能趁机举世 掀翻美帝在各地区的霸权 这就会让美国陷入恶性循环 进一步加剧它的衰落 削弱它跟我们对抗的底气 进而导致它放弃跟中国的摊牌对抗 乃至于求着中国别对抗 因为它承受不起 甚至 如果预见到这种趋势 美国一开始就有可能不会选择对抗 而在中国赴台按钮启动后选择揭没 这就是赴台的同时避免美国制裁 或者把遭受制裁的损失降到最低的有利形式 简单点说 就要是把赴台的战略主动权全部拿到手 现在军事上的优势只是获得了战场主动权 只有经济上国际政治上的优势都具备 我们才能够从全局层面拿到战略主动权 那么怎么促成这种形式 笼统的说就是拖时间 具体的说 我们要实现国产替代 不管是大到飞机 汽车 还是小到手机 万表 品牌 服饰 把消费留到国内 这样才能大幅提高大众收入 增加内循环的动能 我们还要科技突破 产业升级 用更少的钱生产出更具竞争力的商品 这不仅有助于国产替代 也有助于在海外 至少是东南亚 俄罗斯 中东等我们相对可控的区域 取代美系竞品 稳住外循环的基本盘 与此同时 我们还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协助全球各国 尤其是新兴国家推进去美元化 并推动大宗商品涨价 让美系之外 新兴国家中的资源国 摆脱美元压制变得更富裕 以更多的进口我们的商品 推动低端产业 有序向东南亚后发工业国转移 在加深他们对华经济捆绑的同时 为我们的升级产品提供更强大的市场 内循环建成 我们就有了抵御美国制裁的底盘 与一带一路 新兴国家外循环的建立 以及大宗商品涨价 和产业有序转移背景下 这些国家的财富增加和市场规模的扩大 更可以帮我们获得与美系主导市场 分庭抗礼的资本 鉴于第四次科技革命位置 人类财富总量已经阶段性触顶 所以我们的这种国内内循环的建立 以及一带一路国家的富裕 是建立在存量博弈基础上的 这种财富增加和市场规模扩大 意味着西方国家财富减少市场规模萎缩 这种此消比涨到一定程度 我们就可以摆脱对西方市场的依赖 就算美国联合盟友制裁我们 对我们的伤害也将变得很低 低到用政策调节就可以基本对冲 最后我们还要利用自己的工业体系优势 继续扩充军备 甚至逐步扩大海外军事基地建设 用军事增量来逐渐抹平美国的存量优势 如果赴台后美国真的选择摊牌 他如果文斗 我们就用经济方式压制他 如果他胆敢苟急跳墙用武力阻扰我们和其他国家搞国际贸易 我们的强大军事力量就可以在一带一路范围内 至少是西太平洋和印度洋 让嚣张了了一个世纪的美帝军队 品尝到来自社会主义的铁拳 这就是我们在台海问题上愿意拖时间的原因 以上工作 我们都在进行中并且持续加速并肉眼可见地在出成果 而从形势来看完全实现以上目标获得台海博弈战略主动权的日期已并不遥远 等到这一轮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结束 只要最终结果如预期 一方面美帝国力以及国际影响力将遭受重创 另一方面我们的产业升级科技创新乃至于军工爆兵 也基本达到了预定目标 一带一路新兴国家的整体实力 也会随着这个历史进程上一个台阶 到那时赴台的战略时机就完全成熟 届时的我们就可以从容地按下统一按钮 至于美帝如果他识相保持坚默 那大家和平相处 他可以带着诸多残余利益逐步体面退场 如果他非要不识相 无论是文的制裁和新冷战 还是武的热战 我们也都以万事俱备 只要他敢来我们就可以以台海威胁 在全世界面前戳破他这个纸老虎的最后画皮 让全球人民都知道 属于美国的霸权时代结束了